新北市國小爆發營養午餐弊案 涉案的六名校長已經有三人被收押 另外三人交保後傳 六名代理校長今天已經緊急上任 各校午餐供應並沒有受到影響 而新北市長朱立倫今天在議會被質詢到這個議題 他強調一定會無往無縱 如果有違法一定辦到底 也捲入營養午餐弊案的新北市海山國小 案發後的第一個上課日公餐正常 小學生吃完午餐後照常將吃完的營養午餐餐 和和統計班的戶槌上準備回教室午休 你們都吃飽了嗎 吃飽了 都非常正常 尤其更小心謹慎 局裡面又特別交代 如果真的有什麼狀況的話 隨時回報局裡面 那目前為止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不只公餐正常 校長李明生占訊後交保護船 調離縣直到教育局支援行政服務 代理校長三十一號也立即上任 而檢調這次查出有六名國小校長涉案 市議員質疑是否沒有善盡監督的責任 平常你們定期的一個集合 我們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是絕對絕對誤忘誤重 只要有違法的部分 一定要辦到底 朱立文強調一定誤忘誤重 也相信絕大多數的校長都是清白的 沒有收取回扣 這次涉案的六名校長中 有三位交保護船 目前調離縣直 另外遭到羈押的三位校長則依法停職 教育局立刻指派六位代理校長到校接替 朱立文表示 以往廠商採購時 每天都會加送老師便當 為了避免拿回扣的情況再度發生 今年已經變列三千九百萬元的預算 作為老師的午餐經費 讓所有的回饋能夠真正回饋到學生的餐飲上 也會徹底檢討營養午餐的發包和招標制度 記者林姓張子佳 新美市報導 文化的預算 文化的歷史 文化的密集 絡章 也是 等級在